美国威斯康星中警察开枪击伤黑人男子引发的抗议示威延烧多天 暴力冲突导致两人遭枪击身亡 警方事后逮捕了一名17岁的少年 随着局势升温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派遣联邦执法部门和国民警卫队到基诺沙士维持秩序 平息混乱局势 美国威斯康星中基诺沙士连续几个晚上爆发示威冲突 抗议警方枪伤29岁男子布莱克 基诺沙士街头星期二晚上更是传出枪声 造成两人成为弹下亡魂 警方事后以杀人罪 逮捕一名17岁少年李腾豪斯 事发时刑犯在大街上手持半自动步枪射击 导致三人受伤 两人伤众不治 случ用碱范昌 第一 legislが当周远照 台湾的产体 当周远斯人远 Rock 与环保北市协下士 都发现最好的 formul到 9消息 当周远利安 示威行动一发不可收拾 引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注 特朗普发推文严厉谴责暴力事件 强调绝不容忍无法无天的冲突事件 发生在美国街头 他透露已经联络上威斯康星州州长埃福斯 对方同意接受联邦政府的协助 美国当局将派遣联邦执法人员和国民警卫军 到基诺沙市稳定局势恢复秩序 过去几个晚上 基诺沙市的示威冲突不断升级 示威者焚烧轿车 抛置烟花和破坏建筑物 爆发紧引冲突 执法当局被迫在宪法院大楼前 安装一个临时铁栅栏 同时也把装甲车移到宪法院大楼前 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驱赶示威者 骚乱行动的触发点源自于一名美国非裔男子 遭警察从背后连开七枪导致瘫痪 激发当地的反种族启示声浪